公車站排前排隊等著要上車 但下一秒 富人都已經準備伸出腳往前踩 但門就這樣關起來 害他馬上撞到門 摔了一跤 不只跌倒的富人 車上乘客 旁邊路人全都嚇了一大跳 前面的司機更是頻頻道歉 乾淨過來查看 13號上午10點多 基隆市605號公車 行進仁愛區南榮路口時 車門似乎突然短路故障 讓原本要上車的富人撞到跌倒 司機還有車上其他乘客 甚至是旁邊經過的路人 都上前關心幫忙 並趕緊叫救護車送一治療 還沒有那個他就關起來 還沒有上去他就可以關起來 就打到 打到很痛 那個腳好痛 他也嚇一跳 他也說對不起 不會故意 哪有人也故意 車門壞掉 兩方面都要注意 我是覺得兩方面都要注意 不能只怪司機 雖然車門沒有夾到富人 但他因為驚嚇撞到而跌倒 送一後發現沒有外裝 但有點輕微腦震盪 公車業者也說 會持續追蹤關心負起責任 我們會全面的檢查 還有煞車系統一些比較常見的故障原因 會做全部的重新檢視 業者表示後續會再將同一批車款 進廠檢查維修 也預計替換50輛舊車 目前已經完成一半 剩下的也都在跑程序了 未來也會再加強公車硬體設備保養 減少故障情形發生